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希望能够把我们基隆打造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就是九个字 就是台湾头看日出拥抱爱 基隆市113年元旦升旗典礼 地点遗失到成绩转运站举行 市政府宣布今年的主题是以台湾头看日出拥抱爱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年终晚会是办在二十三号礼拜六 所以说大家终于不用再赶场了 就是三十一号可以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呢隔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成绩转运站 然后一起参与这场活动 在六点钟的时候呢也会有我们的世纪狮子会这边呢 他会发放这个乐影然后提供给现场的民众 那首先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市场音乐家我们的哲成老师 会来为我们表演非常动人的钢琴的曲目 然后也会请我们的这个乐额执行长也会率领大家一起来唱我们的国歌 还有国旗歌的部分 那大家会在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喜悦的一个环境中一起来欢庆我们的元旦升旗典礼 记者会上邀请了基隆音乐爱心大使世上天才钢琴嘉许则成 基隆基督教会和青年舞蹈团出席 将在元旦升旗活动中带来演奏和表演 升旗活动将由抗癌斗士如延珍和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共同主持 那我首先我非常的兴奋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终于跟基隆市有一个正式的连结 因为我妈妈她是基隆人 所以我从小其实也是常常来到基隆 跟基隆音乐合唱团 也就是这一次的表演团队一起练习合唱 那其实谁能想到生一个病 居然还可以得一个奖 那我觉得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 但他真的会为你改以擅长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拥抱生命 拥抱爱 今年是在台湾头拥抱爱 看日出拥抱爱 那因为爱才是最核心 我们活着的理由跟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展现出 在生活当中已经去实践爱的这些团体 跟个人 他从个人的生命的奋斗 所以有抗癌斗士怎么样面对疾病 怎么样勇敢的往前生活 那也有我们的城市市场音乐家 我们哲成 那他更是用音乐来展现生命的力量 那当然爱乐合唱团 还有我们重信教会 还有005团 都展现了他们在社会公益面的实践 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些美好的 公益的活动的领袖们 能够一起在我们2024年的元旦的时候 一起让社会大众一起来思考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思考爱的议题 展现爱的行动 这是我们这一次在基隆肩并肩 然后一起拥抱爱最核心的精神 元旦升旗典礼首次遗失到 基隆城距转运站广场举行 活动从清晨5点30分 开放民众入场 并在6点举办升旗活动 圣案府将规划神秘的小礼物 送给现场参加升旗的民众 这起火警发生在基隆市安乐区 乐立三街的一处大型社区 起火建筑是17层楼的建筑物 并在6楼冒出火蛇 消防局出动21台消防车 跟40多名消防人员前往抢救与疏散 所幸无人伤亡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社区了解关心 目前起火原因仍带调查 市长也呼吁民众离开住家时 要特别注意耗电产品是否关闭 以保障个人安全 近期也将召集集合市住宅的主委 加强宣导防火意识 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在东明路161项的怀鲁新村 早期居住300多名来自山东省千台的难民 在山东航运家贺仁安的协助下建造而成 由于市府介绍在地文史时宣传到这段故事 为了传承这段大时代的文史 华北传王贺仁安的作者贺玉芬女士 特别赠送书籍给基隆七区的图书馆 让更多基隆人能够知道这段发生在基隆的历史故事 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跟市府发言余志明 也一起回赠基隆的伴手礼 感谢贺玉芬女士 我父亲听到日照同乡说 有一艘难民船停靠在基隆外海 里面有老肉 船上老肉妇孺大概300多人 因为没有入台证 1950年的时候到台湾要 登岸要有入台证了 没有办法登岸 那船上的环境又非常糟糕 我父亲就搭了自己 从长进轮船公司的轮船到基隆外海 去发放救难金 一人五块钱大洋 给这些论人头发放 然后后来呢 又协助他们 又找了许多有利人士 包括当时的山东 青岛市长秦德纯 还有山东省主席这些人 一起来协助他们登岸 取得了入台证 然后登岸 后来那个台肥公司有一块 麒麟地 那我父亲就用长进轮船公司的名义 向大陆救灾总会 贷款了五万元新台币 那时候的军工 薪水大概是一个月三百到四百 也就是说一个人十年的薪水 不吃不喝 十年的薪水给他们买建材 然后由他们自己 自己里面的壮丁 男性壮丁 自己盖了大概两三百户的房子 那现在这个房子还在原地 其实老乡当然有一些是他认识 但是大部分人他不认识 能够花那么多的钱 应该讲说五万块钱 应该再来讲说 我们现在来讲的 五亿元吧 刚才那个贺小姐讲说 那个薪水三百块 那不是三百块 抗战初期的时候 一个公务人员没有三百块 我跟你讲你身上如果 带个两百块陷大洋 你就是走路会有风的 所以他拿出五万块钱来 把这些建材买了以后 由难民自己派南丁把它盖起来 没有图纸就把它盖起来 这样让这五百多口的人 可以安家立业 这个我觉得大菩萨 救人最少救了五百条人命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 这就是读书人的一种 所谓的这个 那种 救天下的那种 那种情怀 那所以 从历史的这一端来看那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真的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伟大 叫他卖房卖地 去救你不认识的人 这点太难得了 拿到现在也做不到 市政府有主持基隆Podcast 然后有受到就是外部的节目的 关于外部历史节目的一个邀约 那我就上去去讲 关于就是 淮鲁新村的故事 那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了解淮鲁新村 就是去找 这个华北传王这一本书 那发现 奇怪我们基隆市图书馆怎么都借不到 然后呢 就跑到 有同源帮我们跑到台北市的图书馆去借 然后因缘忌讳会就借到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非常好看 我自己就看到半夜三点钟 因为他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民国抗 抗战初联的这些历史 那到后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赫仁安先生他晚年 他对于国家的这个贡献 还有他帮助我们基隆 就是山东籍的这些难民们 在我们的这个基隆女中附近 成立了这个淮鲁新村 其实非常的感人 市长谢国良说 感谢贺玉芬女士 能够将华北传王赫仁安这本书 捐赠给基隆的图书馆 市府也将持续挖掘 发生在基隆的好故事 那这个真的是 一方面要让大家缅怀 这段有意义的历史过程 那在跟您的父亲 至上这感谢之意 不禁让我们想到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 跟这些两岸的未来的潜在的风险 都会特别让我们感慨 也希望我们在阅读这一本故事的过程中 更能够居安思维 去思考到两岸跟世界和平的一个可贵跟重要 所以我想非常谢谢你 愿意把这个书送给我们 那这个很感谢 然后也希望这样子一个感人的故事 能够更分享给更多基隆的下一代 市府发言于志明说 想深入了解华北传王赫仁安的读者 可以在一周后前往基隆市的图书馆借阅书籍 了解基隆的故事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面对这两年 美中贸易战 美元升息 日元贬值等 国际情势及大环境转变 经济部次长陈振齐在与超过50位 大基隆地区厂商代表座谈时表示 经济部除了透过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加速辅导企业转型 明年更将编列20亿元经费 将台湾好产品带往国际行销 拓展商机 所以是这个国际购书要去 用它这个20亿元的预算来推动 长期关心进入各大工业区发展的立法人 才适应着建议经济部 研议工业区厂商融资方案 协助厂商获取资金 强化产品竞争力 如果你是工业区的厂商 你有相关资金的需求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你有购地的需求 厂行的需求 设备的更新等等 我认为经济部可以在政府 弄一个工业区厂商的协助 那种资地席补贴的专案 这样的话工业区厂商 那就会觉得说我进到这里面之后 我的很多的条件也许会更好 净零碳牌是厂商关心的另一项重点 尤其面对欧盟计划 2026将实施碳关税 对此蔡司英也呼吁工部门 协助厂商转型是当务之急 在厂商的实际面来讲说 因为在厂商一个设备更新 及技术转型的一个构成 通常是成本非常的巨大 而且是一个旷日费时的巨大工程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见解看 政府可以将相关的补助措施 以及辅导措施去做一个加速 甚至加管或放宽相关的限制 或者是把它的期程延长 来衔接到2026年的一个 金零碳牌欧盟碳关税的期程 如何面对这个金零碳牌的要求 企业做转型 我觉得大家常常可以去想一下 怎么来做 那国发会经济部很多单位 都有很多的策略报告来评出 现在有很多相关的协助辅导厂商 也都陆陆续续在整理当中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 可以来思索这个问题 陈正起则回应 金零部将从三大方向辅导企业 有效检探 在经济部这部分呢 我们也跟欧宏在沟通 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这个 如果有涉及这个产业的话 你得到的证明证书 还有东西卖过去 这个开关税的体检 能够更清楚更详细 而且呢 最重要还是我们要 改善我们的制程 然后在能源的部分呢 尽量用低碳的能源 还有呢 就是用循环经济来改善 由于金零地区的六堵工业区 大五轮工业区 及瑞芳工业区 都是属于台湾早期的工业区 蔡世英也要求进一步 针对电力 天然气污水管线等基础设施 持续协助工业区进行改善升级 记者张琴辰金零报道 七堵清济工请出武师及神将 还有北馆表演 热闹隆重 恭迎山东显映宫千年妈祖的到来 清济工主委柯金彪表示 中国妈祖有南妈跟北妈之称 南妈就是梅州妈祖 北妈就是山东长岛显映宫 北亭天飞千年金面妈祖 柳147公分高50公斤重 同时还有一尊木雕的千年妈一起来 12月12号特地由台商组团 护送从山东过来 展开全台妈祖文化交流活动 将陆续到新北市金山台中大甲 及云林和高雄等地进香 来台第一站就先驻驾七堵的清济工 人接人这金星来给我们祝账 这是本庄千年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本庄都报 所有信徒 这些维护 所有这些信种 都很热忱很开心的 来来迎接 所以我们这边你们看了这么多 我们就是很热忱 发自内心 发自自由内心的喜悦 来迎接 来迎接 另外我们这边马祖 就是金面马祖 金面马祖 这个也是金的 然后是皇上 就是一个官庙 另外我这边 是我们所有山东的台商朋友们 一起回来 我们要来各地方走亲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一起在现场迎接 并且表示 七堵清济工 供奉的七都妈非常灵验 希望妈祖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也热忱欢迎山东长岛显应公 北亭天飞千年金面马祖 鑄驿宵 independent 允计公主委柯金彪指出 疫情期间 允计公和显映公也透过视讯进行交流 这次显映公千年妈来台巡回近乡 也将其右 风调雨顺 国台民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富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这一代咕 谢谢 我家的一份来下礼拜可 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趟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把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动算 你被强 动算 你被强 动算 被强被强 被强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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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断 总统级立委大选投票日 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相较于其他立委参选人 各式广告以及记者会不断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和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以及党籍市议员 里长们合作 采取低调 却稳扎稳打 办理基层的茶会 以及后援会等陆战模式 持续进行故装 在那边跟大家承诺 我一上任之后 我一定马上积极处理 1815跟9026的班次问题 我一定马上去 马上左手 把9026的班次加高 把1815的签 晚上最后一班 大部分 最后一班 在市府转账 回不到家 回不到家 让他们早点回家 这贝翔 让立马委员最想做的事情 到最后面的选举 到最后面的关头 那贝翔会认为说 我们还是稳扎稳打 持续保持自己的脚步 到最后关头我们会跟市长部密切合作 同时之间跟我们各个社团 跟我们各个社区 跟我们所有组织 来去好好的聊 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 让我们基隆人的需求 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政见 让他们了解 未来贝翔到国会 想帮基隆人做些什么 而不是单单纯纯 只是在着重在意识形态 跟政党对决 当然未来在1月4号的时候 我们在基隆市在面粉场 会办一场大型的造势王会 到时候所有我们的大咖 也都会陆续出席 但请大家拭目以待 由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主导名为宇侯友宜 林佩祥有约 大约150人左右的联谊茶会 全市总共办理20场 像是这场在安乐区七贤里民活动中心举办 邀请来自安乐区 英哥壮官安和家人乐一 英安四围七贤和定邦等里的里长和支持者 共同凝聚向心力 回去再各自发挥影响力 选战倒数时刻再加把劲 全力力推总统支持侯友宜赵绍康 立委支持林佩祥迎接最后的胜选 中和路车道车流一辆接着一辆 来到车道出口 只有一个车道就容易造成车辆回堵 林佩祥就会间接挤压到后面要疏导的这些车辆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交流道的末端 可以再增加一个领道 或者增加一个车道 让要左转的车流可以在左转的专用车道上面停等 那后面要执行的车辆就可以继续被往前疏导 就不会造成因为连续弯道车速快的话 前面有人再卡在那里 然后造成万一有追撞的 本身就已经很拥塞的附近路 又短短的 然后又面临这样的大阶段进来 车流量真的会吓死人 所以说我希望在我们中和路 这个交流道口能够把它拓宽 改为两侧道一个往左转 左转是往大径这个方向 中和路这个方向 然后直走就是往附近路 这两个就是一定要两侧道 市长谢国良协同交通处长 思议员施伟正郭美秀到中和路 车道现场会刊 听取交通处简报改善方案 行川线它造成这个路口 因为行川线比较靠近交流道 所以造成它的路口并不是那么宽敞 因此第一个我们会把行川线 往下调调到红绿灯 现阶段红绿灯 下一个路口 就是行川线 第一个让行人不要在这边通行 调了以后呢 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做这个车型的调整 那车型调整我们会往前拉 在行川线往前拉 会有三公尺宽 让我们能左转中和路这边 设一个号制路口 第一个具有安全性 就是说不管它回转或是中和路 要往市区这个方向 第二个是这一个我们另外 一样往市区中和路 会有两个车道 交通处委托过问公司进行技术分析 将现有的路口停止线 往前方推移 增加除车空间 并分成左转右转两个车道 这项改善计划 预计在明年二月完成 目前就是把这边拓宽 变成两线道的一个交流道 出口闸口 然后左转跟右转线把它分开来 然后另外再增加一些这个空地前路的测潮化 这个俊宏刚刚讲的应该蛮清楚的 我们应该原则上希望二月份 明年二月底前 那个过完年左右 我们能够来把它制作完成 那个时候预计中和路出口的这个交流道 就可以承担比较大的一个车流 那这个附近来往的这个红绿灯 跟斑马县的这个安全 希望也可以兼顾一下 针对市府提出短期的解决方案 市议员施伟正建议 第二阶段应该移除 现有的纽泽溪护栏 让扎道真正拓宽 市长谢国良当场允诺 会分阶段推动 这一块土地能够变成真正拓宽 成为完整的交流道 因为目前看起来三米三米的交流道 是因为他可以把交流道延伸到后段 变成两个三米的车道 其实这相对来讲 他在车辆的闪避及会车上 仍然有危险 如果我们要限制三米三米的话 他会有一个小一个危险的问题 他可能只能用标线来做做标示 我未来还是希望就是说 真实的交流道拓宽 是能够借由土地的增加 面积的增加来达到 我后段把这些扭折器忽然移除 这个部分公务处这边会有一个 忠诚的一个评估案件 因为他有几个比较简单的 初步的状况要处理 就是说目前现在这条路的使用行为 跟刚刚翼座有提到的 那样子的一个行为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需要 再去做一些折冲 因为有一些车辆从这边开进来 然后他先同一条路 他又会从这边开出去 那这个部分跟如果我们开辟完之后 他一定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向性出来 对所以会有一些方向性充足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会在中程计划里面 去做一个讨论 那地方的部分的一个民意的需求跟反馈 这个部分会在那个中程计划里面 一并来做处理 会刊的结果 市政府规划在靠近中和路口 调整成两个车道 分为左转车道和右转车道 进行分流 同时为了顾及路口中安全 地面上将七绘绿色行人穿越线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自备道具暖暖区定乡社区发展协会 用舞台剧的形式演给你看 加强宣导 只要遇到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或是性别暴力 都可以拨打113来求救 暴力的头明显称目睹了 虽然没有在孩子身上留下伤痕 担心你的创痛和引力 是隐姓和长期的影响 好那我们要去打4支保护3线了 谢谢你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积极推动防治家庭暴力 性别暴力等宣导工作 期许将基隆市打造成为无暴城市 今年更在安乐区副右馆 举行防治暴力 领航社区成果交流分享会 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市议员林佩祥服务处主任 沈益传等人陪同下 由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颁奖表扬 包括定祥 智慧 新丰 赌南 德河 七贤 永康 以及五轮等8个社区发展协会 和安心居家护理机构 总共9个防暴宣导优异的社区发展协会 和居家护理机构 很多的这些的暴力 其实它有分对象 以及它的区域 所以在区域里面 不管是在家庭 在职场 在学校 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 甚至在我们的对象上面 甚至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我们怎么去建对一个性别的暴力 怎么去防治这些东西 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我们机构 来为我们共同来防治这样的一个作为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宣导 那以这个五年的状况来说 其实我们办理了相当多长次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这大概这样子算下来差不多快一千场 所以非常感谢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防暴的概念 传送到我们社区 我们每一个讲过 让大家都是重视的这一个问题 主办单位 市政府社会处也特地在现场设置 防暴大富翁 真能版活动 透过用真能来玩这个历久不衰 老少嫌疑的游戏 加深大众对于性别暴力的认识 让社区伙伴也可以共同参与交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